例如你離開了,鄧志偉 你回顧今年的《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你覺得結果如何? 我想不只是說今年《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我想現在很多《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大部分都是比起之前的代表性 很多年前《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的代表性 或者他們的認受性 跌了一大距離 跟香港娛樂圈在亞洲娛樂圈的排名 跌了得很厲害 我想你要接受我很誠實說 其實我已經開始沒有留意《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你見不見過《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不是,我很忙 你覺得港不出聲應該獲得《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還是越南越岸應該獲得《勁歌金獎》 其實港不出聲 我不評論,因為獎是別人的 我怎樣去評論呢 我只是覺得 希望做音樂的人 很認真去對待音樂 以及做一些很高水準的音樂 你沒有聽過《勁歌金曲頒獎典禮》的《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勁歌金曲頒獎典禮》 是怎樣的? 所以現在所謂的《勁歌金獎》 其實很多人根本沒有聽過這首歌 不好意思,可能真的可能是的 可能我這幾月比較忙 OK 一圈圈的星光背後 有我鄧志偉 想聽竹本訪問 立刻上881903.com 節目重溫吧